真相大白 国足巴顿进球真的不做数吗 慢镜头还原真相 太冤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亚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国足的球迷看到 谢谢各位 本期视频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目前的我们国足比赛之后的一些情况 那大家也知道那么目前国足在最新一场去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 也是1比1的 逼平的对手 而这场比赛那么我们也发现中国队整场那个比赛表现确实非常不错 虽然说上半场的有些被动那么在体能出现一些问题之后呢也是 及时的调整的战术那么让我们整体的处于非常 龟缩的一个局面 但到了下半场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体中国队的彻底放开手脚的话 反倒是给澳大利亚这边的制造很多的麻烦 所以最终综合整场比赛来看那么中国队能够把对手逼平的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当然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其实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的唯一一个进球呢 是无垒的 那么他通过点球呢把比分的逼平也帮助中国队呢艰难取得了一分 但是与此同时其实在场下 那么在下半场呢当时我们国足巴顿这个球员呢在换上去之后啊 其实呢他也拥有一个进球的机会 我们看到帮巴顿呢那么作为本次西域赛第一次的一个首秀呢他一上场之后真的非常荣猛 那么停球固然呢也非常的有气势 而且呢他的动作也幅度非常大 那么非常大胆 那么本身呢他的这样的一个通过一个进球的话应该了对中国队来说都能够彻底改变局面 但后面的却被判罚的是手球无效 所以对很多球迷来说真的是非常遗憾 也都觉得说那么这个进球真的是无效吗 当时的一个真相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也不妨回看一下这个慢镜头其实从这个慢镜头慢镜头回放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了 当时吴欣函是过人之后的分球 这个时候巴顿把球停下来之后呢也是直接破门 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慢世界当中确实也能够看到了 那么巴顿这边确实是存在着手球的一个嫌疑 所以其实裁判这一次的话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 虽然说在本场比赛过程当中 这个裁判也是多次偏袒澳大利亚 但是就这个进球而言呢可能确实是我们这边的问题 才导致呢最终是判罚无效 所以可以说这个球啊其实对中国队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那么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取胜全取三分 结果呢却因为一点点细节的一些问题出错了 那么最终导致措施了好局 措施了好局 也确实非常可惜 也确实真的太冤了 那对我们国家来说其实当然其实他虽然说很遗憾措施这样一个点球呢也没有能够取得胜利 但是我们总归来说 还是要为巴顿为无垒啊为这几个规划球员的点赞 那他们也确实打出了我们国足的一个精神器 虽然说本次比赛已经是被逼平 但是我觉得 只要我们接下来这些球员 依旧能够在其他的一些比赛当中能够拿出这样的气势 这样的状态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打败对手 或者说 给对手制造很大的困难呢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甚至说一句马后炮的话 如果说我们此前机场试域赛 都能够使出这样的状态战术和人员安排呢 其实我们呢基本上能够拿到前三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对李铁这样的一个主帅而言 他的一个任性 他的一个鲁莽 那么也真的是给中国队造成很大的麻烦 也造成了现在非常被动的局面 真的太可惜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